喵 瞧瞧这是谁回来了 这不是咱吴家的大秀娘吗 谁让你们进来的 这可是一只秀花的手 比女的还白嫩呢 还简 没想到啊三哥 原来你还有这种癖好 早知道 二伯别送你去书院了 送的是秀房是吧 我看你这秀意 也不比女人差嘛 主君 这是那个逆子秀的 主君 别 你是个贱人 竟然背着我交连二这些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你想毁了他是吧 主君 你听我解释主君 想到说 我就不应该让你是个低贱的奴婢 进我吴家的门 明天 你就滚到庄子上去 别让我再看到你 主君 主君 堂堂一个七尺男儿 竟然天天关起门来秀这些女人家的东西 我怎么伤了你这么一个玩意儿 我怎么伤了你这么一个玩意儿 出去呢 烧了 全都给我烧了 拿过来烧 拿过来让他看着 义子 快 红红人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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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跑 你不要跑 逆子 小娘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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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梁君 主君他 他让小的把这拼儿给封了 要不郎君 你还是先 谁要你进来的 小的这就走 这后宅的日子啊长得很 若不找些事情来做 怕是一点叛徒都没有了 这梅花绣得真好看 我绣梅花是最难熟的 那往后梅花也是我最喜欢的 这是我花半个月绣出来的 如何 我还从未见过如此逼真的落眉呢 我喜欢自绣 小娘 你能教我吗 这不是你该学的 你与小娘不同 你该用功读书 日后才会有出息 可是我爹读了一辈的书 又如何 方才 我坐在这儿 一直一线地绣着 心里感觉莫名地宁静 我好像明白 小娘 你为何如此喜欢刺绣了 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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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当真要为了你姨娘 亲娘亲于不顾吗 娘亲 你有几时把我当时是你的儿子 我真正的娘亲昨日已经死了 你站住 今日你要踏出这个门 你就永远都别回来 您放心 这吴家的大门 我无连此生 我都不会再踏入一步 你 书香门第好出身 不喜闻莫好女宫 千千君子仁如玉 出臣脱俗 赛如生 淮州府内立高楼 夫人娘子千金球 名栋京城烟雨绣 举世无双 吴先生 可今天 这吴连吴先生 可是犯了难啊 此话怎讲啊 说吴连的 吴连弄前开盛会 灯火如之亮如昼 可是东风不好戒 这一场大火呀 一夜之间 千金万银都烧过干净 这千千君子也是愁白了头 这恐怕就是你不知所以然了 小弟年少不经事 不知吴连家庭后 国公夫人做上宾 闽州提举誓之有 朝中赏赐千千万 海运走私赚个够 金银财宝无数进何时都用 金毛坑那 这道上的大伤大鼓见到的都得 双手作依 尊一生吴先生 这吴连还干过海运走私的勾当 果然是你 不愧是花魁娘子 如此聪慧过人 不需要什么聪慧过人 那封信函上 隐隐散发着一股腐肉之味 刺鼻难言 想来整个淮州府 如此臭不可闻之人 也只有吴先生您呢 花魁娘子 请坐 只是我太低估了你 没想到 你已将我下榻住处 都摸清楚了 徐家大娘子孟晚 前府衙捕头刘欣 黄继绣庄黄娇娇 京城黄城司沈墓 华诗标局冯大 东市贯偷李春风 还有你 徐州花魁柳三娘 可有错 不过一日 你就将我们的底细 摸查得如此清楚 我还没有那通天的本事 只是有人觉得 徐大娘子难以诚实 又怕日后覆水难收 便提前归顺利波 三娘 你是聪明人 孟晚如今大势已去 现在气暗投明 还为时不晚 你想骗我 那我就再多说两句吧 今日一早 你们七人在徐家别院聚头 孟晚举气不定 你一心想上清水庵 李春风拔刀相向 最终不欢而散 是谁跟你同盟报信的 多说无意 事实已摆在眼前 就看你怎么抉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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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